我帶你來看一個 非常令人痛心的畫面 痛心 你看看這些工作人員 我們在那邊跟人群活命 然後在那邊幫大家收密 你們在這邊 殺開來吃 我們這樣由於是一隻腳 一隻腳的吃 你們 姐 走不了了 我跟他們一起吃 哥哥 等一下 哥哥 製作單位居然來個絕地大反攻 讓我們兩個整一個破解 算了 面對香氣四溢的烤肉 又誰能抗拒啊 還不如吃個夠 明天再來好好運動比較划算 既然有個千年護城河 還沒人在那邊運動減肥過呢 像胖子想到新花招了 哥哥 什麼新花招 我們老師在那邊走走逛逛 跑來跑去爬樓梯什麼的 不夠瘦 不夠不夠 卡路里消耗的不夠 要瘦 我告訴你 厲害的來了 你有沒有在2000多年的河上 踩腳踏車 踩腳踏車2000多年的河上 2000多年 我們鎖在地 這個地方各位觀眾 好 厲害了 這就是長安城2000多年前 護城河來的 哇塞 不然這樣 我們在這邊看視野不夠廣 我們直接下河 直接下河 直接下河 好 走了 哇 想不到我可以在長安的護城河上 滑船 當然電力船這種比較要用腦的 還是讓我來 哥哥就乖乖踩腳踏船 才能好好減肥 保護著難得的機會囉 現在的漢城湖變成一個特色生態公園 原來還有許多王朝遺址的留存 過去許多王公大臣 都要來這兒踏青遊玩 跟我們現在一樣呢 而西安的特色公園還不僅一個 待會兒還要去另一個地方 瞧瞧囉 好漂亮喔 超漂亮的 超遠的景致 而且好舒適的氣候喔 就連小胖子都可以保持乾乾爽爽的 假的 你不是 我本來就一直幫你耍 只有你三隻小胖子 借過一下小胖子 你怎麼好鏡頭喔 哇 這麼漂亮的地方 到底是哪裡 快 我們有請專業人士為我們來解答 歡迎 歡迎 你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了就是西安的士博園 園區總占地面積是六千一畝 其中三分之一為水域面積 是的 你要不要先稍等一下嗎 稍等一下嗎 就是專業人士 您真的太專業了 馬上 一開始整個開始覺得上課囉 登登登登登 您說這裡是西安士博園 是的 那我們所在的這個高處是 我們現在腳下踩的就是我們的長安塔 我們現在首先登場的是長安塔十三層 它是園區最高的一個地方 也是一個觀景臺 非常適合我們看園區各個角度不同的風景 這裡以前是一個垃圾城山河流污染的地方 垃圾城山 而且是城山 城山是不是 是是是是 所以可能大家很難想像這裡以前污染這麼嚴重 現在變得這麼漂亮 那它是在2004年長八生態區成立之境 經過9年的治理 現在由原來的生態重災區 變為現在的生態補償區 什麼 觀眾朋友 你能想像這裡原來是垃圾城山的地方 然後現在變成這樣的美麗 Oh my God 這真的令人非常的難以置信耶 哥哥 I can believe it 是不是 I can believe it OK 在我們了解這驚人的事實之後 我迫切的想知道 請問一下我們的製作單位 今天要給我們貼心的什麼小考題 那其實我們今天是有兩條參觀路線的 一條就是我們的歐洲線 一條是亞洲線 那我們現在先上去哪一條路線呢 我想像我這樣國際級的巨星 當然應該走的應該就是歐洲線囉 我們要是很貴婦的路線 那弟弟你就... 我就亞洲啦 就只能亞洲了 製作單位佛心來的吧 邊逛景點邊運動還要拍照存證 我們是誰 自拍達人耶 這種任務小案子啦 有沒有看到哥哥這次為了任務 一邊逛亞洲庭園還要努力減肥 氣質優雅的我 當然最適合一邊運動 一邊享受充滿浪漫風情的 歐式庭園風光囉 看看這邊的建築 覺得浪漫的可不止我 這裡可是西安最熱門的 婚紗拍照景點之一呢 太Over 太Over了 這歐陸風情美到一個爆炸 而且你知道嗎 我這樣一路逛過來 至少40對的婚紗 Over 這太Over 而且你知道那新娘 一個比一個瘦 OK 這次三公斤是吧 I don't care 我至少拼她個五公斤 拼了 其實世伯園還有許多展館 像是創意館 可以欣賞充滿 聲光效果的表演 還有自然館 展示地球三大植物呢 而西安下一站我準備好 要成為古代豪門貴婦囉 小胖子逛大觀園 到底是什麼地方 可以讓我願意走那麼多步 哥哥 是什麼地方... 我跟你講這地方超酷的 因為我的偶像曾經來走過 你的偶像是誰 學友嗎 學友 學友太多了 對不起 我的年紀出來了 對不起 你在大唐芙蓉園 跟我提學友 哥哥 Sorry 我的偶像當然是 楊貴妃 楊貴妃 對 走過這邊 走過這邊 你不信你問她 是不是 對 因為那個是以前的遺址 因為在當時唐代的時候 整個大唐芙蓉園只有兩個建築 一個就是我們現在走的 這個彩霞昌廊 另外一個就是那邊的紫雲樓了 就是這樣的兩個建築 對 而它又是最好一個避陰的地方 就是牆樑的地方 所以在當時那個朝代的時候 唐玄宗跟以龍基跟楊玉環 就很喜歡這樣漫步 在這個昌廊之上 好酷喔 你給我們聽到一個小小的重點 皇宮貴族 對 皇宮貴族 皇宮貴族都有走過 那這麼說 我們走過也變皇宮貴族 好是有喔 有喔 炸豪門 快走 快 來 快走 他都八百遍哥哥 人家的忠孝東路走九遍 我們就來個豪門之路跑十遍 看能不能一邊減肥 同時成為豪門貴婦囉 要知道芙蓉園在唐朝時期 就是皇家御苑 在這裡可以近距離感受 大唐盛世的燦爛文明 跑不跑累了 不如未來學學貴妃的生活 聽說楊貴妃擅長歌舞 那肺活量應該相當不錯吧 音樂細胞 音樂細胞 哇 據說 哥 你知道 為什麼要選這個 我現在頭有點暈 因為據說 其實我們在那個練那個 前一陣子有一陣子 減肥很流行 就是用力吹 然後吹到你缺氧 然後就會減肥就會瘦 你相不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 我不信你就叫我吹 我相信 姐姐有這麼壞嗎 姐姐有這麼好讓你懂嗎 你一定不相信 來啦 你吹這一個 師傅 您好 您好 我想請問一下 我手上這個東西是 它叫聲 這個叫碧莉 它是很古老的一種樂器 您先給咱們來聽一下 那個聲音 特別的 你是我的眼號大哥麻煩 沒有 是不是 沒有 不好意思 大哥請 你看 有那個 Saxphone Saxphone 你覺得Saxphone嗎 對 我覺得第一個音出來的時候 我就很想 非常好聽 對 而且它真的有一種 中西合併的那種質感 那哥哥 好 大哥 來 你不是 讓我試試 現在為大家帶來一首 你是我的眼啊 你小萊 你整個感覺是要心不了情 大哥哥 大哥 你連自己的聲音都發不出來 吹不掉 謝謝 謝謝哥哥為我們帶來這個 你是我的眼啊 這個國王的音樂是吧 有 太痛了 你不要傳給人家師傅了 哥哥你也太遜了 還是趕快來看看 西安的蕭黃旗師傅 是怎麼吹奏的吧 這些歌曲都有上百年的歷史 隨著悠揚的曲風 聽著就有一種回到過去 大唐盛世的Feel了 而體驗盛世還有另一種方式 芙蓉園這兒 為了讓遊客可以更接近 過去的大唐皇朝 還能預約享受宮廷慾宴喔 歡迎光臨慾宴 歡迎光臨慾宴 您好 在這裡為大家準備了 我們這裡的唐慾宴 請大家品嘗 唐慾宴 我只聽過鄭多宴了 鄭多宴 對不起 我覺得不錯 不錯 不錯 謝謝 可是你又覺得 我 我再做時間 OK 姊姊一下對你最好了 應該是 鄭多宴 真的嗎 大的哥哥 這是什麼東西啊 姊姊 姊姊 我決定把錢領出來 我不要再減肥了